我帶一枚鴨圈 好可愛 哈囉大家 現在是早上的7點10分 然後呢 現在我們在等日出門 所以要等這個迷沙山的日出 大概早上6點就出門了 然後 因為昨天已經要在雅關坐駱駝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坐駱駝 一起去的團員就會坐駱駝上去 然後那駱駝呢 它是早期的駱駝 他們是有排班制的 然後那駱駝跟一般的駱駝比較不一樣 主要是提供給早上的客人 就是他會幫你載到迷沙山上去 他跟日出拍個照 他再幫你載下山 載你到那個月牙圈 然後一個人是120塊錢 但是因為我們昨天已經坐過了 然後就想說 只需要體驗看看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坐 那我們就現在先在下面的日出 那大概可能在10分鐘 20分鐘就可以看到日出了吧 因為今天剛剛看了天空 感覺還蠻美的 應該可以看得到啊 然後等等我們看完再 走到後面那個山去看月牙圈 可以看到他們都是 五個駱駝一起的 然後那駱駝是他們這裡的居民 自己養的駱駝 然後早上的時候 再把他們帶來的駱駝山這邊 駱駝山這邊都會有他們駱駝的編號 有這些編號讓遊客可以騎乘在上面 然後他們的耳朵上面會掛著鈴鐺 就像是汽車那個喇叭一樣 就是可以提醒大家 有駱駝來了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把鈴鐺 掛在他們的耳朵邊 所以他們在走路的時候 都會發出叮噹叮噹的響 就是還蠻可愛的感覺 然後只是他們真的很辛苦 就是大家還要早起的時間 就要起來工作了 對就真的還蠻辛苦的 那我們昨天已經體驗過了 今天就沒有再體驗 我們就在下面看日出 然後我們現在要走上一個小山丘 可能這樣看的比較看得到 後面的日出 然後剛剛我們六點多來 就是天還是暗的 所以我們還有看到行星 然後就有看到獵戶座 有點懷念之前在 眉峰的那時候 那時候每天都有在掛一席 今天天氣很好 沒有 應該就是一個檔子 然後旁邊就是 陳群街隊的駱駝們 啊 腳進沙 然後這裡有點濕濕的沙子 給大家看一下沙子 他的沙不是都是 褐色那種沙 是有白色 黃色 黑色 紅色 七彩的色 七彩的色 黑色 achievements 雪 我們過來了 我們剛要看日出了 我們竟然等了一個小時才上來 然後我們等一下要去走後面這座山 我們去看遠崖泉 這個應該已經不是早班的駱駝了 應該這裡就是正常駱駝 就太陽一出來就是變正常駱駝出來了 很緊張 走到好優雅的落途嘛 超優雅 我們上樓有點上樓耶 肚子耶 肚子喔 對啊 我們在停班 要上班的駱駝嗎 不知道他們心情怎麼樣 可能很不想上班吧 現在要走樓梯 上去 大家看到越來越好全 超高的 但是樓梯已經很好走了 然後再繼續往前走 月牙犬好像聽說要 原拍才好看 它就有個半核心的綠洲 雖然這裡是沙漠 可是現在有點亂 我們已經走到三里山了 就可以看到整個月牙犬 真的是一個奇景耶 在沙漠裡面才有還有一個綠洲 真的是很奇景 然後真的很漂亮 還有一個彎型的 像月亮的形狀 所以叫月牙犬 我剛剛用滑的滑下去 我剛剛用滑的滑下去 然後現在滑下去比較快 但是後面就會什麼一條 都是我的屁股的形狀 可是有點累 我們從 這裡上面 超扯 上面這裡 滑下來了 我要喬個裙子 別進鎖了 那自己下去 我們是挑戰者二號 請不要滾下去 拜託 好 我要開始囉 3 2 1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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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走好久 哈哈哈 有夠久 喔 聽下來了 聽下來了 Nice 那我們要先去上面滑沙了 看霧蒙蒙的一天 沙城包來 滑沙 這裡風太大了 我們原本要玩滑沙 但是真的 風太大 因為有沙城包來 所以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我們就不玩了 但是還好我們剛剛也要自己滑沙了 對就算了吧 然後我們現在還因為 來不及坐遊覽車回去 所以我們要滴打滴回去了 對 風好大 還蠻酷的沙城包體驗 風真的太大了 剛剛還要殺死跑到我眼睛 真的 沙城包這邊有點可怕 莫高窟 我們現在在敦煌的莫高窟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最標準的 第九十六窟 裡面有一個很大尊 大概是中國第三大北 就像在裡面 裡面是壁畫 是不能拍照跟攝影 可能會破壞壁畫 所以就不能拍照 那這是他主要莫高窟的裡面的正門 然後參觀的時候就是從這裡進去 然後我們是買地下 所以就喜歡四個動作 從長大集到現在 推保的事情 真的是很雄偉的一個文化遺址 如果到這裡還一定要來走忙 然後我們看看幾千年來的歷史文物 就是我現在要喝的性皮水 就是要離廣杏做的飲料 然後我剛一開始不太敢喝 然後讓它喝起來口感很像就是水蜜桃的感覺 還蠻好喝的 然後還蠻解殼的 一杯中杯這個是12元的 我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酸酸甜甜的 但它甜度不能乾 蜜桶一定要吃泡油膏 然後一個一片不太淺 一片的米香炸麵糕超好吃 超香 真的蠻好吃的 好緊張 這裡賣美多的果困 堅果也是這裡有名的 1.2 凝固 1.2 凝固 1.2 凝固 2.3 凝固 1.2 凝固 2.2 凝固 1.4 凝固 今晚的今天 我今天喝一杯 今天喝一个 很美味 好多沙 好多沙 一半都是沙 好多沙